老铁们,见过这样开穴放水的吗? 今天同行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活 这个鱼塘要整修 喊我们挖进来,给这个鱼塘开个口,把水放掉 顺便在这个边上挖个基础 这个边上之前人工挖了一个排水沟 但是这个水量太小了,水放不出去 就喊我们挖进来,再挖一挖,挖深一点 在挖缺口的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缺口到底怎么挖才又快又方便 这个堤坝的外边和里边,挖机都无法站位 唯一的办法就是挖机站在边上,从中间开挖 开挖的深度大概在三米左右 这样挖出来的话,缺口就会挖得很大 突然灵光一动,脑子里面就出现了一个想法 我们挖机站在上面,两头开挖,能不能把它挖通 根据低挖的深度,我们大概预算了一下 两头开挖,挖通的几率很大 就算这样挖不同,问题也不是很大 到时候我们从中间开挖就行 今天这个活虽然是同行介绍的 但是同行他是搞龙挖的 这个活他也干不了 并不是说这个活不好干,他才让我们来 我们在挖这个缺口的时候,唯一注意的一个点呢 就是我们前后开挖的时候啊 挖机一定要在正中央 就说两头角度不能偏了 偏了的话,你接通就很麻烦 这个缺口我们挖通了,水也流出去了 这个口子看的不是很大,大家不要急 这个水一冲,要不了多少时间,这个口就会越来越大 时间来到第二天 这个水放的差不多有一米多深 之前我们挖的这个缺口,现在冲的已经很大了 这个缺口还要我们往下面挖一挖 然后老板呢,就和我们挖机直接缩下去 把前面那个口子再开大一点 这么深的一个堂子,它就让你直接往下面开 还说不深,确实不深,还没有太平洋深 最后给老板提了一个建议 把这个堤坝挖一点干土,然后把下面搭个小平台 最开始老板还不让挖这个堤坝 说挖了这个堤坝之后,到时候啊 他还要拉土来回田,麻烦 我说你不让挖的话,那这个活就没法干 自己想办法 最后老板还是接受了这个建议 这么一个几十年的老堂子,还让你直接往下面开 只要稍微懂一点了,都不会直接往下面开 那个下去了,基本上是没法起来的 在下去之前,我还特意的把推托板调整到后面 万一现车了,我们还能第一时间爬起来 当我们挖机开下去之后,我们之前垫的这个泥巴呀 稍微我们挖机动一下,这个泥巴就全部挤下去了 我们只有慢慢的把这个缺口再往下面挖一点 把水先排出去再说 这个缺口我们挖完了之后,挖机爬上来 在前面停车子的位置啊,给它平个坝子出来 这个地方到时候他们好在这里堆材料 接下来又让我们挖机开到这个堂的边上去 说这个边上啊,之前有个龙岩 让我们下去挖一下,把之前那个龙岩的位置给它挖出来 到时候啊,好在这里接管子 龙岩的具体位置,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 就大概的给我们指了一个方位 就让我们在这里慢慢的挖 说这个龙岩是一根钢管 只要我们挖机,在挖的时候不要猛的挖 基本上都不会把它挖坏 在挖的时候,只要稍微感觉有点阻力 我们就要停一下,看到底是不是龙岩 我们来来回回地掏了好半天 总算找到了龙岩的位置 时间又来到了第二天 这个水又放下去了几十公分 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来回填这个堤坝 把这个缺口跟它堵上 这个缺口我们也是一层一层的拍起来的 为什么只拍这么一段,边上这个为什么不回填 因为东家说这个边上到时候还要倒个薄坎起来 堤坝煮好了,我们就可以把挖机开下去 从这个边上挖机槽了 这个水虽然说放下去了很多 但是这个机槽也不好挖 很容易陷车呀 兄弟们 这个火在下来之前 我也是做了很大的心理准备的 退一万步说 如果说我们挖机真的是限住了 但是我还有80%的几率可以自救 是因为我们挖机有个履带 始终在这个堤坝的硬土上面 只要我们挖机不开到那个水里面去 我们就有办法自救 最要命的是,边上这个堤坝 老板尽量不让我们往里面挖 其实这样就更危险了 本身外面这个堤坝就是稀的 你说里面的堤坝不多挖一点 这个活真的是有点不好搞 搞得老扣虫啊 这个路我们修好了之后 挖机在上面一走一挖 这个履带呀 就把边上这个堤坝挤跑了 车子始终是斜着 这样一点不好干活 而且还容易把挖机滑到这个水里面去 然后就喊老板去找了几个木棒 这样垫一下 省点力 我们挖机可能就更好一点 木头垫好了之后 我们就利用单边形轴 把挖机开上去 之前肯定有人就怀疑说 这个到时候怎么自救 只要里面的铝带是硬土 我们都可以利用单边形轴 慢慢的开出去 更确切的说是慢慢的磨出去 到了后面 我们在修这个路的时候 就不能听老板的了 这个堤坝能挖 我们尽量多挖一点下来 这样更保险更安全 我们修一段路 然后再挖一些基础槽 虽然这个路呢 我们垫了木头 但是这个车子啊 始终是斜着的 挖出来这个基础槽 就是一边高一边低 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剩下的交给他们人工去清理一下 当我们挖机 修到这个位置 这个心啊就落下来了 让那些想看我现机 葫芦娃旧爷爷的场面落空了 这个位置 老板让我们挖个缺口出来 这个位置啊 就是我们之前 挖那个龙眼的位置 让我们在这里挖个缺口 到时候啊 好在这里接根管子出来 整个活我们就干完了 总体来说 这个活啊 冒的风险还是挺大的 万一一旦 一旦车子限注了 那真的是就很麻烦